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样子上传两次 就一个是中文字幕 一个是英文字幕 这样子的话 那它算不算是重复内容呢 什么都一样 声音一样 内容一样 就字幕变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视频被打了环标 那么对于这个视频呢 我是下架好呢 还是不管它好呢 哪个操作您觉得是比较明智的 谢谢 好 先这样 拜拜 好的 谢谢莉莉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字幕和重复内容 第二个是关于视频黄标如何处理的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 字幕分为内嵌字幕和外挂字幕 如果是内嵌字幕 即便你的图像和声音是一样的 由于字幕部分是不一样的 理论上来讲 这是两个不同的视频文件 你可以讲这是不同的内容 那么上传在你一个频道里头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使用这个外挂字幕 那么这个视频文件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外挂的字幕是一个单独的文件 跟视频文件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那个视频文件就是一个重复的 在一个频道里头 你不应该这样子做 从用户的观看体验来讲 你这个频道里头不分中英文 那么当一个只会中文或者只会英文的人 跑到你这个频道里头看的话 他就无所适从 所以这一堆内容应该怎么处理呢 就应该上传一个文件 挂多种语言的外挂字幕 这样子处理 不仅仅是局限于中文英文 还可以加上其他国家的文字 用一个视频文件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问题 关于视频被黄标如何应对的问题 以前我只是讲过了 一个视频如果被黄标的话 那么你可以申请人工审核 因为这个AI的机器人有很多时候是误报 那么很多时候人工审核以后 会纠正这样一个错误 我讲了我的频道里头 曾经有20几个视频都被打上了黄标 在进行人工审核以后全都被解除了 所以当你的视频被打上黄标以后 要在第一时间申请人工审核 最后当你提交人工审核的申请的时候 你会看见一个提示信息 告诉你这个视频 必须在过去的多少个小时之内 观看量超过1000的时候 才能够提交这样一个申请 你不用管这个提示信息 你打上勾 然后提交 他照样给你审核 好 接下来我就借Lily这个问题 就黄标这样一个事件 展开来讲几点意见 第一 什么是黄标 黄标意味着广告受限 如果一个人做这个内容 他只是为了宣传主义 宣传宗教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开币广告 他的频道可以不进入YPP 可以不赚广告费 那么我这个地方就给你看这个例子 这个Joe Austin 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 网红型的这样的一个牧师 你看他有120万的粉丝 他这个频道就根本就没有开广告 所以他就不会出现黄标这种现象 所以黄标是加入了YPP以后才有的现象 所以黄标的含义并不意味着你这个内容 就是个垃圾内容 他只是讲绝大部分的广告商 都不愿意在你这一类的内容上面做广告 仅此而已 所以我们首先认清黄标这样一个性质 第二点当你想赚这个广告费 并且已经被批准加入YPP之后 在出现了视频被打上黄标以后 第一时间你就应该申请人工审核 如果人工审核解除了黄标那就没事了 如果审核之后还认为是应该被黄标的话 你怎么办 这就是Lily问的这个问题 好如果这个视频只是在你的频道里头的单一视频 流量很小 你就可以不用管它黄标就黄标 但是如果一个频道里面有大量的视频被打上了黄标 并且你申请人工审核之后 有相当比例都被拒绝 这个时候就要引起你的警惕了 要么你的垂直内容的方向有问题 要么你这个视频的封面有问题 要么你其他的原数据有问题 比如说标题里面用了很多惊悚的又争议的 这样一些关键字 这种现象我看过的 我们群友 有的人他的视频本身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 在这个封面图和这个标题 或者是标签说明里头出了问题 如果你以前不懂这些东西 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如果这些东西你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还依然被黄标的话 意味着你视频本身的内容可能有问题了 当你的视频内容出现问题的时候 可能你就要考虑调整你的垂直内容的方向 或者是从此以后做节目要做的比较干净一些 我讲干净的意思是指你在节目里面所使用的语言 以及采用别人的素材都要干净到 不会去触发这样一个AI机器人的误报警 还有一点 这个视频被打上黄标的时间点也非常关键 如果一个视频一发布上去 马上就被打上黄标 和一个视频在20个小时或者48个小时之后被打上黄标 意义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一个正常视频发布之后的最大流量 发生在视频发布之后的前面的24个小时或者是48个小时 如果你的视频在刚发布之后的十几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 就被贴上黄标的话 如果你这个频道是一个比较大的频道 也就是说前面48小时往往都会有十几万的观看量的话 这个时候在第一时间被打上黄标 你这个视频的损失就非常大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视频撤回 在线下进行重新剪辑 希望重新上传的这干净版本不再被打上黄标 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整个生命周期里头 最大的一块的网络费赚到手 48个小时之后再被打上黄标 你就可以根据你频道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你下一步的行动 你可以选择不在乎它 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做新的节目上面 总结一下遇到黄标 第一时间申请人工审核 当你的频道有大量反复的黄标出现的时候 应该引起你的高度警惕 你不仅马上会损失很多广告费 而且你这个频道将来被推荐的机会 也会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你不管是为了眼前的广告费 或者是这个频道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对黄标的问题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好的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语音提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